大家好,我是草哥小陈,这是平姐 我今天看了一下我的核酸码 居然七天没做过核酸呢 我也想 感觉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呀 记得前两天的时候还有人说 不要高兴的太早 暂时解封可能是未来的大风控 其实我们当时还挺紧张的 因为一下子突然有点接受不了 因为我还是喜欢吃排骨 还是喜欢吃猪脚 主要是你煮的,我都喜欢吃 不是,不是包汤吗 包点汤好嘛 不是,包汤你想吃排骨吗 还是猪脚 我吃猪脚吃不下去,太油腻了 不是,猪斗的中间那里都是肉 反正我要吃瘦肉的 我不吃肥肉的 现在全国各地的话 都已经解除了那种 每天超合算码的状态 现在只查绿码了 也不强制查核酸码了 现在真的是突然一下子放开 有点不习惯的感觉 昨天我们还去了那个 外面的外门城 有个大超市 就是我们附近的超市 进场所的话 他也只是扫一下场所码 里面也是很多人 特别是吃东西的地方 里面已经坐满了 我们想吃一个自助餐 拍了一个半小时 排队排了一个半小时 但是还是在那里吃了 感觉丰厚了好久 大家都跑出来 过第一个星期天 昨天吃了饱吗 吃了饱 是关了这么久了 昨天第一个星期天 肯定想出去吃一下 我昨天吃的我都流鼻血了 你我各司为伍 你我各司为伍